这哪里是在扒马卦 简直是大型虐狗现场 估计张九南也纳闷 别人八马卦都是力捧 到了张九南 这就变成了力对了 自从三哥孔云龙八马卦一战风神 也将八马卦 风箱在那年的专场上 转年张九南的八马卦 也变成了其他的相声节目 但大家都知道 张九南是被老郭力捧的徒弟 估计接到八马卦节目单时的张九南 也是非常的欣喜 但没有想到 演一个八马卦会这么难 没有想到啊 当时张四杰大群里面 报节目的时候我很开心啊 师傅说张九南 八马卦 我们俩今天是 你没想到的事应该 你得说出来啊 张四杰大群是昨天才在那里拉着 不得不说 郭老师还是懂得观众的喜好的 每一次杂卦都砸在张九南的废馆上 让张九南无话可说 您交给我们下 您交给我们做人 我可没教你上热搜 十年小剧场兢兢业业的演出 换来如今张九南在舞台上的八马卦 张九南如今的成绩都是自己努力换来的 看上去是在演八马卦 实际上更像是在预告张九南即将荣升十队队长 这次八马卦张九南也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不但舞台上演出了科目三让两老口目瞪口呆 还扫堂腿放倒了千大爷 九南这马卦是真不想要了呀 不得不说啊 老郭是真疼狗子 自从张九南停演之后 老郭是到哪都带着张九南 不但国内专场演出有张九南的身影 海外巡演也不忘带着张九南 不知道今年的大风箱上 会不会宣布十队队长的人选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